程涛漫画说漫画新作专家说 专家说了哈 可防可控 专家之前还说过啥 专家之前还说 不会在裁员的 专家还说 拐点就要到了 拐点就要到了 专家说可以去复工了 可以去复工了 专家说了很多很多 这真是专家说的吗 为什么他怀疑是被维尼大帝 捏着嘴说的捏 你知道 在一个言论没有自由的社会 在一个高度极权的西朝鲜社会 专家往往也成了维稳的一个工具 专家也是没有自由的 他也就是身在海外 才能自由的表达 很多时候专家并不想骗你 专家并不想说这些违心的话 可是专家必须得说 为了向上人头 为了在这个社会活下去 专家必须得作为他们维稳的工具 帮着骗人 也不知道这个事会发展成什么样 也不知道 为我苦难的同胞 有人说你专门黑中国 我怎么会黑中国呢 我深爱我的祖国 我只是看到 病毒肆虐大帝 尤其这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 比病毒更可怕的 是精神上的病毒 是意志上的病毒 是思想没有自由 言论没有自由 这才是最可怕的 好 程涛的每一张漫画 坚持纯手绘 精工细作 有收藏价值 有历史价值 说不定哪天会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留言 可供收藏 给个润笔 可供收藏 谢谢大家